我去到加拿大15、6歲左右就相信耶穌 有朋友,很典型的那些 今晚有什麼做的 跟我去一個地方很滑的那些 去到牧師民信耶穌,說完 是因為你有大條道理 可以不用這麼早回家 和可以和朋友一起 又很正面 參加一個DJ比賽 很多人參加的 如唱歌、說和督笑 即時應對、夾歌 跳橫地,成為四強 我都可以說是那時最年輕的一個DJ 自此之後,我的世界不同了 因為我發覺到我已經在做事 但反過來我的朋友才在讀書 很清楚知道這條路是我很喜歡走 而這條路是我要很迫切去祷告求上帝開路 我覺得我做了DJ之後 我的人就變得有態度了 或者是自我了 因為我開始看東西 有我自己的一套 我大概21歲左右 阿爾賢拿了兩個Gip就回來了 第一次開麥克風 是我入了電台之後 好像七個月左右 那時候都挺搏殺的 做很多活動 勤勤勵勵勵 五分鐘的一個環節 一邊做起 然後做一邊做一邊 那就是夜晚節目 下載節目 開始有點不得了了 已經 香港 你想到那件事 你做到你都在做 有得去 但問題就是 我看自己 就開始比我應該看的自己高了 一個月 我只需要工作12小時 那個錢就已經足夠我供樓 租多一個單位 足夠我去玩 足夠我去買東西 你會想一下 今個月我可以 我可以一個月用10萬元 覺得自己很好 那時候 25、6歲 當然是感謝上帝 上帝給我 你的口是這麼說的 但心裏知道 其實自己是愛那些東西 多於上帝 這是很真實的 那個體驗是真的 你閉著眼睛睡覺 你覺得自己不開心 你和誰一起 你不會很開心 不斷去找滿足 希望吃這個 買這個 玩那個 跟女生拍拖 Easy come, easy go 原本我進來這個娛樂圈 不是想去傳福音嗎 我從小到大都知道 是上帝帶我進行的 我沒有上帝我死了 我沒有上帝我 我不會懂得找到目標 和不會那麼清晰 開始一邊改自己的扭閘 怎樣去用錢 怎樣去看感情 一邊聽 跟很多人分享 然後又看回《聖經》 上帝的愛就是這樣 他不會因為我 20多歲頭 做了一些錯誤 輕狂的時候 他就 你死定了 我就衝衝的扎罰你 不會 而他會告訴你 你兒子 你看看你現在 是不是你最開心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 不如看回小時候 我怎樣教你 會不會好一點 然後就扶回你 我很愛一班失喪的年輕人 我都是他們的一份子 或者我曾經都是他們的一份子 所以我就很想把我經歷過 或者經歷到的事情 告訴他們 我問他 K 何機 其實我不是想要一個神秘感 我不是很想要一個神秘感 特別在網絡那裏 就直接回覆 是有一個影響的 如果那個人是被你所吸引的話 你回覆他 你是在改變他的生命 對不對 如果他在信仰上有問題 我鼓勵他 他會好過我擺盤 其實上帝要我 很簡單 他就是要我活出一個信耶穌的生活風格 容讓上帝進入你的生命 然後做你想做的事